气候的变异让非洲东部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现在苦累欠收 估计有1200万人饱受饥荒之苦 而这波饥荒也引发东非地区的出走潮 很多人为了活命 光是在索马利亚就有75万人离开家园 到外地寻找食物 联合国指出这是全球最悲惨的一次人道危机 而且呼吁全球要正视这个问题提供援助 位于非洲东部的肯亚 乌干达 伊索皮亚和索马利亚等好几个国家 最近出现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因此造成严重饥荒 当地以放牧牛羊为生的游牧民族欲哭无泪 因为没草又没有水 牛羊全部饿成皮包骨 有的甚至已经饿死了 牧民还得把这些瘦巴巴的牛羊贱脉 想办法逃难去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光是索马利亚就有70万人离开家园 到外地寻找一线生机 巴图罗就是其中之一 在逃难过程中 他还独自生产 生下了一个孩子 联合国高等难民公署指出 更令他们忧心的是 难民朝中儿童严重营养不良的问题 有些儿童甚至在抵达难民营之后就死亡 此外还有很多儿童 在逃难途中因为缺水缺粮 而渴死饿死 由于整个东非都在闹饥荒 使得难民的逃难之路更加艰辛 很多难民必须千里迢迢越过沙漠 才能来到位在肯亚的全球最大难民营 此外许多妇女 一路上还要躲避盗匪和强暴犯 只能带着子女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之下 日夜不停赶路 更大的问题是 肯亚自己也有严重的旱灾问题 自身难保 根本不具备帮助其他国家难民的条件 记者综合报道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